英國說近日多著黑客企圖入侵大學和科研機構 懷疑是想盜取新型肺炎相關的研究資料 英國國家網絡安全中心史 相信來自伊朗和俄羅斯的黑客 攻擊多間有研究新型肺炎的機構 研究範疇包括疫苗、抗體測試和療法 專家要日以繼夜阻截 至今無黑客成功入侵 至於針對英國的網絡攻擊 整體數字在疫情期間並沒有明顯增加